打造智能城市 通过科技应用 强化我们救护的服务 新北市长侯友宜 徒步交越22个专责救护队 肯定260名队员在危难中 拯救生命的伟大情操 根据最新统计 新北市抢救OCA病患的康复出院率 已达8.6% 不但是亚洲第一 也与世界医疗最佳城市西雅图 病驾齐驱 为了鼓舞士气 新北市消防局特别举办 抢救OCA生命大作战四次大会活动 展现守护市民安全的决心 在四月底做了一个统计 我们已经 OCA康复的出院率 已经达到8.7% 到了今年的五月底 今天为止 我们已达到8.6% 不但是在亚洲是第一 也跟西雅图并驾齐驱 去年专责救护队 执行了近10万件救护任务 对到院前救护的贡献显著 侯友宜除了感谢救护队员和医护人员的付出 也期望今年OCA康复出院率 能达到9%的目标 我们不断透过救护车最先进的配备 以及我们有AED 有自动心肺护士器 有很多的紧急医疗的科技的智慧化 来跟后端来连线 提升我们的救护的能量 我相信今年我们大家好好努力的话 我们OCA的卡通数月率可以达到9% 在四次大会中 侯友宜特别表扬卓越的急救责任意愿 同时也感谢历年来捐赠救护车及AED的三星人士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打造新北市 成为安全安心及安居的幸福城市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路红采访报导